今天開始禁止旅客在這邊席地而坐群聚 台北車站站長親自出馬 請車站中央大廳逗留的旅客離開 為防堵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未來這片熟悉的黑白格子地磚 將不再允許民眾聚集 台北車站也貼出公告 從2月29號下午2點開始 車站大廳都不可以群聚或是席地而坐 而車站人員每兩個小時也會來巡視勸導一次 站務人員將組成特別編組 從早上8點到晚上6點排班巡視 貨班車過後還會再巡最後一次 一天七班不讓民眾在此逗留 過去不少移工朋友喜歡在這邊休息 對比過去密密麻麻的人潮 現在的車站大廳冷清許多 民眾大多願意配合 連外頭的遊民朋友都自主戴上口罩 畢竟性命關天 誰都不想染上病毒 台北車站嚴防群聚感染 台北捷運則引進秘密武器 捷運站設置紅外線熱像儀 只要體溫超過37.5度 畫面就會出現紅色標示 站務人員會把乘客攔下 用耳溫槍再量一次 如果仍然超標將直接聚載 並通知119協助送儀 大眾運輸系統嚴格把關 希望將疫情的衝擊降到最低 這張大廳光圈SNG小組 台北報導